在9月9號和10號 選委會第五屆別 當然委員和當選人的記者會上 我們第五屆別的選委 共同發起了一個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梁正善治的街站宣傳活動 我們當時呼籲我們全體的當然委員 和妥為選出的委員 在今天和明天兩天開設街站 宣傳我們承擔、承諾、今後會做些什麼 綱領和新的選舉制度 我們呼籲之後反應很熱烈 有三十多個界別的分組選委都響應 所以這些界別都派出了代表 今天一起參加啟動禮 根據我的了解 今天和明天兩天 將近會有近千名的當然委員 或者叫做妥為選出的委員 會在港九、新界各個區開設街站 大約有五百個街站 金明兩天加起來 應該有一千多個街站 就是遍布、港九、新界 那些地點通常都人流比較多 或者平時很多時都有 都擺街站的地點 可能你們都會發現到 都總會有街站的設立的了 那這次的活動的主題 就是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梁政善治 我們希望就踏進一個平台 讓我們的選委們 可以走到市民當中 走到業界 宣傳各個界別分組選委 我們的抱負、承諾 還有我們有些政策主張 亦都宣傳新選舉制度 宣傳中央衛港的政策 譬如最近有橫琴澳門合作的方案 亦都有其他的大灣區 發展的策略 又有前海的方案 是聽取港大市民 對於推動梁政善治的意見和建議 那我在這裏 就想藉這個機會 呼籲港大的市民朋友 如果你們去到街站 歡迎大家和我們的選委 大家可以聊聊天 或者是可以向我們的選委 可以表達一下你的意見和建議 有什麼心聲 那麼我們的選委 也都會很樂意 聆聽大家的意見 也都樂意去為大家 向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 去反映 市民的意見和心聲 我們目的就是希望 繼續努力為香港 繁榮穩定 把號關 選出 符合 夏寶龍副主席 所指出的 五個善於的標準 找出一些合格的治港者 推動香港能夠真正落實這個梁政善治 好了 我講了這番話之後 我想 就和各位的界別選委 我們一起喊一句口號 好嗎 我喊一句 大家就接著喊一句 好嗎 落實愛國者治港 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梁政善治 推動梁政善治 在這裏 我就宣佈 今天我們的街站活動 是正式開始了 好了 這個時間 因為 傳媒的朋友一場來到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 我講漏了的地方 或者大家想進一步了解的 大家可以提問 是 因為現在看到那個選委的參選 或者一些結果 其實都見到沒有了一些傳統的民主派代表 怎樣向外界宣傳 這個選舉制度 真的不是搞清一色 真的有不同的意見 是多元化的呢 大家都看到這個選舉制度是開放的 你自己認為自己是合適人選 你就可以去報名的 那 不管你自己自稱是什麼背景都好 你就可以報名的 報名呢 你就按照那個選舉規例來報名可以了 那 當然這次是一個諮審會 做一個 有一個 審核 我亦都發覺 報名裏面只有一個人 因為他是不合資格 另外有些 他不是選民 那沒有辦法了 所以 如果要報名的人 他是可以的 可以差報名 至於你說 哪裏面的人 不多呢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考慮 所以這個我回答不到你 我想大家對他都有認識了解 他都不是 今時今日才大家認識他 根據他過往的 言行表現 而諮審會呢 亦都 看下信不信納他 現在 他的言行 是否真是一個 是 愛國者呢 是否 是可以 擁護 基本法 效忠特別行政區呢 這個呢 我相信 我相信 審會呢 他一定會有一個 很小心 很謹慎 很詳細的 審試 然後才做出一個決定 好 是 這個呢 個別的政黨政團 他派不派人出來參選 他們自己的決定 但我覺得他們這個決定 並不影響我們整個選舉制度 整個選舉制度是開放給所有人 好嗎 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呢 因為我們這些 代表呢 都準備去各個區的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就不要阻礙大家的時間了 因為大家可能要去新界 去九龍港島 好嗎 那我們一於大家努力了 好嗎 好 多謝大家 那 今天 今天的啟動禮就到此節結束了 請各位嘉賓 折衡前往各自的街站 那媒體朋友請稍後